大家好,我是Joseph 这段影片要介绍给大家一个博客 还有一个选股神器 这个博客在这里可以看到是斜港投资达人 斜港投资达人他做的是中性的交易 也就是说他不看涨也不看跌 主要是看时间价值的流逝 他用自己的城市设计的背景 帮网友设计了这个选股神器 那今天Joseph就是要介绍这个选股神器 以及如何使用 在这个选股分析神器里面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选股分析神器 这个是看中性交易的 那可以做strangle跟iron condo 在看涨的部分是put credit spread 在看跌的部分是call credit spread 所以他不管是哪一个 都是以先收credit为主的这个选择权卖方的策略 但是控制delta再尽量是delta接近于0的这种方式 那你可能很好奇这个工具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 Joseph的示范给大家看 你点这个选择权分析神器之后呢 他的界面就像这个样子 他在这里面呢就会花点时间呢 导出来这些推荐的这些数据 但是Joseph建议你呢调整一下啦 Joseph喜欢交易stock不喜欢交易ETF 那现在的时间呢是7月12 那在这里呢我可以调整一下这个expiration 9月对我来说还太久了 所以呢在8月20呢 这个还有一个多月 这对于选择权卖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好在这里呢就会重新整理一下这个出来的结果 如果你要删掉这些结果呢 你把它勾选然后按打擦这些就可以了 那这里是simple就是股票的代码 他在这里呢同时列出来了IV IV percentile IV rank这些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呢会对于做选择权卖方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里有一个strangle的detail 也就是说呢他建议你要怎么做 那strangle跟iron condor呢 就是他在这里说strangle跟iron condor呢 其实只差了他的获利区间而已 strangle呢他是同时卖call跟put 那iron condor呢还设定边界 所以你要在这个外面呢再买一个call跟put 所以他在这里面的这里iron condor呢 他的设定呢就是在买 接下来一个交易的点位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 那Joseph来看一下这个Raku呢 是因为Joseph本身也持有这支股票 那你看到这里现在的股价在431 那fail value呢他算在273 那我想要做中性交易的时候呢 他这里设出来的是call是520 离现在431呢有一段距离 在这里呢put有370呢离这里有一段距离 你可以看到他这后面的数字呢是delta 如果你对选择权的这些基本的greek不熟呢 你可以看Joseph的选择权的基础课程 delta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几率啦 所以有20%的几率的会到一边 那strangle的特色呢就是他一边是20%的交易啦 所以你至少会获利一边 那因为他是靠时间价值的流逝呢 所以这种的获利的几率还挺大的 好在这里呢他的buying power呢要4316 那这里return on capital是45.53 那在这里后面还可以看到earning date是8月11 所以通常我不会在离earning date这么近的时候呢 就关仓 所以这开仓没问题 但是有可能在赚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得关仓 那在这里strangle呢跟iron condo呢 Joseph建议就是你赚了50% 就可以走人了 好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520跟370 520跟370呢这是8月20的 所以520设定在这里 我已经设定好了 这里Joseph设定一个卖520的call 那370呢在这里卖一个370的put 所以520370这样设起来呢 在TD Amaritrade呢 这里就告诉你这个是个strangle 那你的price呢大概是19.97 那现在不是交易时间呢 所以这些就是上一个交易日的最后的交易的点位来设计的 所以呢实际做的时候呢可能也都差不多 如果你对这个strangle的策略不熟 你可以按在这里可以create analyze trade 这里呢这是probability啦 所以你看到在520370呢这个整个probability呢一边呢基本上呢都是大概是20%左右啦 所以呢整个整体的获利机会很大 在risk profile里面做strangle呢就是两边只要在这个距离里面呢都是获利的 所以呢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啦 那他时间价值呢就会随着这个慢慢增长 啊好在这里我就不看了因为现在不是交易时间 所以我们就把它留着analyze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回到这里来看呢这里risk profile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现在roku的这个价格呢是431左右 大家这里的这个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呢delta是非常接近于零的 所以这就是中性交易 那每天的theta是62.65 roku没有做太大的波动的话呢 在theta呢都会慢慢增加 所以一天就可以收62.65美金 好另外一个呢在这里看呢 因为呃Joseph本身也有特斯拉 呃那我在这里呢再选特斯拉 那特斯拉呢他在8月呢找出来的这交易呢是780跟560 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在这里Joseph已经有呃交易了 所以呢我已经有position了 呃那我就不管这个我在这里先把这个移掉 看这里把这一笔交易移掉 那8月呢这里是780跟560 所以我这里跳到780 然后这里跳到560 好如果是卖780560的话呢这里会说28.82 那在这里呢依照这里的设定呢 这个Buying Power呢会做到呃会用到16583 不过这有margin那margin呢通常是20%啦 那这里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16583 那这里的Return on Capital呢其实是不够高 但是因为特斯拉呢本身比较本身Joseph就持有而且也比较熟悉 所以Joseph大概会做这笔交易 那在这里你会看到呃特斯拉呢经过之前的这个震荡之后呢 现在又好像感觉平静下来了 它之后呢可能会有一段这个下跌 如果依照这个你可以看到呢这里再慢慢向下 这个是Joseph用TDM Squeeze啦 TDM Squeeze呢这里慢慢向下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稍微跌一点 那应该呃特斯拉还在这个波段里面啦 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analyze在特斯拉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里probability呢 那这里也都是设定delta是20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到780到这个560这里的机会 啊那8月9号在这个机会呢 也就是差不多是20%左右 所以在这里option interest的value有这么多 那earning date是8月4号 所以呢看看能不能在这段earning之前呢 就可以赚钱走人 那在这里你看到risk profile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theta呢一天是180 也就是呢特斯拉如果波动不大 这个中性交易的话呢 哦这里因为我有stock 所以我把stock弄掉 我有把之前的弄掉啊 啊好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重新分析一下的话呢 我在这里analyze trade 然后呢直接N值分析strangle 你可以看到呢delta呢 这是1也是相当于接近于0的 那theta呢是90也就是只要特斯拉呢波动不太大的话呢 每天都会赚90美金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每天一个是每天赚90美金 然后呢之前Raku每天也赚不少 所以呢中性策略呢就可以用这种 那我会选这两只呢也就是因为特斯拉呢是自己有的 Raku也是自己有的 那这两只又是不同的产业分布 特斯拉是非必要 那Raku是communication这两个呢 所以这两个产业呢 它涨跌的这个幅度呢 可能也会不一致 虽然这两只都是成长股 那但是我会做中性交易的时候呢也考虑产业分布尽量分散一点 所以这个是用他们用strangle的strangle跟iron condo的这个选股神器呢 做出来Joseph接下来会做的交易 那我们下一段影片呢再讲put spread和call spread呢 这里呢Joseph会打算怎么使用 我们下一段影片见